前秉剛看到的是葉倫的公開說法 美國股市的部分豬洋變色 那去年特別強勢的科技股 現在全面回檔整理指標的特斯拉 跌掉了三千億美金的市值 可是同一時間紓困案 使得美國的傳統產業 跟傳統的稻窮成分股逆勢上漲 是的這次葉倫說法 事實上讓整個股票市場非常開心 特別稻窮市的這部分 那因為你可以看到 哇是美國聯準主席又回來了 我們當然不太注意 他是美國產生部長 因為他所有說法 就跟他在美國聯準局的颱風 是一模一樣 那麼這次高達1.9兆美金的豬洋 終於在參議會已經通過了 那麼這個消息使得昨天 整個稻窮工業指數 表現的是相對比較強 我們來看一下稻窮工業指數 其實這一個月的表現 其實還算相是穩定的 至少都穩定站在這個60日均線 有季線上方 那麼昨天是收漲了1.97個百分點 比較可惜是收個上影線 但是你要跟誰比呢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最悄慘的 當然就一定要先看一下廢半指數 所以廢半指數是不用客氣 一口氣 孝納大跌了5.47個百分點 那當然包括台積電 重挫6個百分點 剛才不是只有特斯拉市重挫 事實上蘋果也是走向了空頭 這一個月也跌了10個百分點 所以納斯達克已經肯定是一個標準的重災區 那一樣到你們關心 就是他到底是走空還是震盪 對於我們一樣看這個季線 那麼季線位置是在這個 就是我們說的13,219點 那現在也正式跌破了 表示納斯達克也是走向空方趨勢 人家好奇 為什麼當然有人說這是利率問題 但不管怎麼樣 是不是背後藏了一些訊息 確實你知道現在這個中國兩會 正在積極的召開 那其中已經非常確定的事情 大家都不會管什麼台灣香港 在管的就是中國執行的 一個七大戰略計畫 我們這樣講 AI這是老調重提 大家都知道量子計算 這個也都知道 那麼包括我們說的 這個生物科技 這個也都知道 那麼這次比較特別事情 他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包括我們說的這個 像是我們說基因技術 還有神經科學 還有包括我們說的這個 航太工業 這部分是非常大的一個成分 可是大家關心的不是 他們到底提了什麼事情 而是這一次非常特別的事情 是他們主張要有國家的實驗室 從基層培養科技人才 這在華爾街日報 是被大幅度的一個標示出來 但華爾街日報就說 其實你注意看 這些產業以前有些 就從美國進口就好了 但現在不要 他們要自己來做 而這些部分 現在目前看起來 事實上美國的實力跟中國實力 就是還有這個 也就是說中國跟美國實力 其他有段差距 但是如果是以科技來走的話 可能這有相當大的成長 我舉個簡單例子 這華爾街日報 就舉出一個簡單例子 比如說以5G的 這個設計地台來看 那5G台到目前為止 中國已經設了將近69萬個基地台 那美國幾個 美國只有5萬個 那麼事實上還包括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中國也宣稱 就在近幾年之內 儘快讓中國大陸超過50%以上的民眾 都使用5G 這只要包括商業的交流 包括科技的傳輸 那麼當然裡面 它最大的戰略是什麼 它要急切的在6G 要跟美國來做一個戰役 所以看得出來說 中國在做什麼事情 因為他們是一個比較 就是我們說的 比較是政策主導的國家 所以他們確實速度很快 華爾街日報 當然也注意到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是不是造成美國科技股的下跌 我們當然還要持續觀察了 不過講到這邊 我們要特別提一件事 川普早就已經預告這件事情了 你知道 就我們以為川普已經下台 但是並沒有 最近有一則重磅消息 就是美國最大的指數提供公司之一 叫做羅素 我們說羅素2000 羅素3000 是大家最熟悉的一個指數 那它有兩支指數 裡面都有所謂的小米 小米都在裡面 突然他說3月12號 小米就正式要從它的所有指數 上面拉下來 那我們知道昨天 其實中國科技股市重挫 深圳A股一口氣跌了超過3個百分點 相當股市也蠻慘的 小米知道跌到多少嗎 我剛才說羅素 深圳A股市跌掉 將近差不多3個百分點 可是小米因為這個消息 因為昨天公布了嘛 直接不客氣 直接跌了將近9個百分點 所以這個情況下 看起來美國的動作 並沒有這個鬆懈 那我們知道小米 當然未來前途如何 我們值得觀察 但是我們都知道 有一個叫做無人機 這個大家印象很深刻吧 這個我們說的大疆 那麼大疆是川普這個商務部特別點名 美國國防部也特別點名 這家公司必須要把它禁制 好了你知道現在大疆的狀況是如何呢 我們知道大疆在美國其實是重中之重 坦白講扣除軍事以外 因為大疆並沒有上市 所以只剩從市場的評估來看 他這家公司占了北美市場 大概9成以上的生意 非常可怕 但是最近傳出來一陣消息 200個美國員工已經有三分之一走了 剩下還在做權力鬥爭 那我們這樣講好了 一般員工走就罷了 據了解就在最近的當下 他們的研究主管也宣告離職 跳槽到其他公司 以至於他們只剩10個重要的研發團隊 全部都走了 那你知道 其實我們說研發團隊 很多時候跟客戶端要有一些研究 那人家就說 大疆是不是在美國就要消失掉了呢